大家好,你们有没有吃山药的习惯 我家山药就还剩这么长了 所以呢,我就订了一箱 河南铁棍山药 我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 这个山药怎么挑,挑什么样的 首先您看它这河尝不尝 买山药啊,就买 尽量买那长的,为什么 长的它埋土里面深 那么它吸收土壤中的各种矿物质就多 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高啊 我们打开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山药啊,都是现挖 现采的新鲜山药 也就是说它当天挖 第二天发货 所有的这些墟子 它都是来吸收土壤中的营养的 真的是惊艳到了我 我没有买过这种带着沙土 带着土壤的山药 很多人称作啊 地下的人参 我们知道啊,多吃山药 尤其小孩老人啊 包括任何年龄段的人 你多吃山药 对我们的皮宝宝 背宝宝都有好处 蒸着吃炒着吃都可以 一会儿我用它炒木耳 这个山药呢 我们放在阴凉干燥处 至少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 好,再给它放回去 你们看,你们看 看拉丝了吗 这就是山药蛋白 这个丝拉的越多 营养成分就越高 我们吃着也就更健康 更有营养 你瞧瞧 你瞧瞧 这是手上 你瞧瞧 我头一次见这样的山药 你瞧瞧 棒吧 大家吃着放心啊 它都是头天挖 第二天发 它绝对没有那些 什么催熟剂啊 染色剂啊 这些科技混合 很活 它都是天然的 您看它有多少粘液 就粘粘乎乎的 山药末尔炒好了 这个山药它不是那种脆的 它是软糯 香 如果炒的时候 多放点水 多咕噜一会儿 要蒸着吃 嗯 肯定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嗯 好吃 好吧 我把摔摇的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 还有 老爸爸的橱窗里了 有需要的 赶紧去下单吧 这期又非常专门多 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